如果有機會見到潛水艇的實物 你不會想親身去看牠嗎? 我不單想親身看牠 我想坐牠去海底 如果給我 我會試的 甚至有機會有風險 哇 很誇張 一萬米 沒有想像到潛水一萬米 我覺得很驚喜 因為沒想過可以做到 比如深潛水一萬米 是甚麼感覺 死也會 你死吧 如果只是那個人去 就暫時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有潛水艇 或者潛水氣那些 那就應該是可以的 潛水嗎? 我沒試過 一米都不夠 起水底閉氣試過 一米多 潛到多少米 不是很深 三米左右 我想應該是平衡 裡面的氣壓 和外面的水壓 要抗衡住 水壓 很多水壓 還有呢? 壓住身 可能會沒勇氣 耳朵 會有些 好像漲下一樣 阻力嗎? 水壓? 水壓呢? 可能 你這樣潛下去 就已經壓扁了 所以要想起材料方面 以及供養方面 也要想想 應該是 全部都是黑的 黑暗的 十分之 就生手不見五指 應該 黑暗的 黑暗的 水壓很大 很神奇的世界 很多 真的沒見過的 深海的生物 很多大型生物 我也想收集海水 看看裡面有沒有什麼 還沒發現的菌 會是一個很直靜的世界 還有一個可以很自我的世界 獅子 喜馬拉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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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四寶 A 最深的話 冰沈 bef 這ий面吧 馬拉雅山 什麼颜國 馬拉雅山 我記得是那一套 是那一套 馬拉雅甲海鳩 馬里恩 應該是我們自己的中國 因為我小學常識裏面有本書 中國 我聽過的就是中國現在的深水潛艇都很厲害 中國 中國 一哥 兩三個人 一百人 三個 很難 信號會很不穩定 數據傳輸的方面 會有些海洋上 有些我不理解 或者我未想像得到的障礙 四大障礙遇到水墓 當然很厲害 水低壓力很威斯大 人類的科技是去到很遠 首先有潛水艇 現在還可以在這麼遠的距離直到步 這將會是一個很突破性的思維 我覺得 現在科技是發展得很純熟 連隔這麼遠都可以收到 相信未來 還有些什麼 現在做不到的未來一定可以做到 的確是一個很厲害的 都會有興趣的 因為它的確是一個很厲害的機器 要很大創意 而且太突破了 為什麼都很高科技 對 我很想 為什麼 因為很難看到 這種設備 科研用的設備都很貴 不是專業的人士 都很少有機會 如果是一個設備本來香港 這個機會就很好 有 當然是肯定 想 為什麼 因為我想看看下面是什麼情況 想的 幾星期下 就想了解更多 就算了解更多 就算了解更多 那些少年 我一人來覺得 是新鮮的